男人举枪对准妻子 随即做出最好道别 而最后一刻 雷达还是没有通侠杀手 她发疯般的质问小美 你为什么不爱我 可就在此刻 雷达看见地上遗漏的电话 再次疯癫 你还希望希尔来救你吗 她没来之前 有定先把你的骨头打碎 风当中的小美 点起地上的手将对准自己 嘴里说道 为了让你得不到我 我宁愿去死 雷达却依然紧张表示 我不会再伤害你 只要你放下枪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小美怒吼张 我要我的儿子 马上我就要见到他 不然死给你看 而这是创造一个 熟悉的身影出现 正是希尔 就在刚刚 希尔满城寻找的那个船夫 终于在他家附近找到他 一顿暴打过后 尼克说出了小本的位置 提及希尔带着兄弟前往此处 兄弟二人 把门爱的保镖地域控制 希尔来到屋中 而此时的雷达却以为是手下 大声地让他滚出去 当看见希尔时 二人撕他起来 几番打斗后 维达根本不是希尔的对手 希尔一直别问孩子的下落 维达咬死不说 最终希尔把维达绑了起来 并对他连开树枪 但让众人不解的是 希尔竟然把维达受伤的样子 拍了下来 原来他要与维达姐姐交换条件 此刻也只有姐姐 才能知道孩子的下落 由于大哥绑杀了维达的姐姐 希尔只好给大哥打去电话 用维达受伤的事情威胁姐姐 如果找不到孩子 那就会让维达流血而死 姐姐看见照片心疼不已 便马上联系寻找孩子的下落 劫后余生的小女 深情乱乱的希尔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 再也见不到你 二人相拥在一起 希尔也说出了那句话 不会保护你一辈子 正当二人启程要回家时 大哥打来电话 孩子已经送到大哥这里 得到消息的二人喜机而泣 转天 希尔带着小女来到湖边接孩子 而等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此刻手机铃声响起 对方正视恶魔为达 辗转反侧 孩子最终又落到他的手中 随即留下了恶魔之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